得知父亲十年前死于癌症 男人却异常地兴奋 因为他意识到他竟真的改变了未来 戈登激动地跑回家中 直到看到桌上浮现出一行我还在的字样后 他悬着的内心终于得以放下 第一时间就打开了无线电 而另一边的父亲早已等待多时了 此时的他也终于确定 无线电对面的戈登 真的是他来自三十年后的儿子 通过新闻 他们也明白这一切都是源于太阳黑子的爆发 影响了无线电 从而让他们能够跨越三十年的时空对话 父子俩在这一刻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约翰想要了解儿子这三十年所经历的一切 戈登也终于重新感受到了缺失多年的父爱 同时他也没忘了提醒父亲以后不要再抽烟了 不然二十年后还是会因癌症去世 两人聊了整整一夜才不舍地切断了通话 戈登又立马拨打了母亲的电话 想要分享他激动的心情 可另一头却显示无人接听 起初戈登并没有在意 然而睡梦中的他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一段记忆片段 那是一场葬礼 葬礼上戈登看到了所有父母的亲朋好友 甚至还看到了父亲 可却唯独失去了母亲的身影